我們來評論你們的Action是否有達到他們的標準 然後呢我們今天的第一個評審呢 我們請到的是台灣青年期後聯盟 目前的理事長叫李芝蓉 我們掌聲歡迎他 好來那第二位呢 也就是你們昨天在演講的時候有看到他 是現在台灣青年期後聯盟的創辦理事長張良一 好那最後一位是我們邀請的貴賓 他是國發會 國發會的前身是金劍慧 他目前在裡面是開演科長的角色 那我們歡迎徐旭成先生 OK好那我們今天第一個要上台的是第二組 對不對第二組 OK好那我就把時間交給他囉 給我們一份 obras 在日常農啊 幾乎 差一點點 大家好,我叫蔡嘉賢,然後把我的名字叫過來,然後把東西的加去掉,就是鹹菜,所以我收到叫鹹菜 大家好,我是第二組的洪靖仁,然後因為我平常喜歡喝小米酒,小米酒,小米酒,所以我的收到叫小米 鹹菜小米唱台語 鹹菜,你有沒有聽說一個洞洞啊?無包裝半賣錢 無包裝?無包裝是什麼東西啊? 啊,你在看嗎?這麼簡單的字,不是每個都看得懂嗎? 蛤?無包裝會不會就是那種,沒有穿衣服的半賣錢? 哟,為什麼你可以把它想成那麼噁心啊? 沒有穿衣服啊,不然呢? 無衣服跟無包裝差那麼多,對不對? 無包裝,喔,再想一次 啊,我知道,不然就是他出來的東西沒有穿衣服 喔,你怎麼越講越露出? 不對啦,我們包裝半賣機齁 我們來讓,以上單位大媽為你解釋 好,歡迎 短句時間 今天我想要煮一碗紅豆湯 但是超市都只買得到一袋紅豆,我該有穿嗎? 天天吃外食,但是現在黑心食品連環爆 吃到我把豆都壞了啊 好想吃健康有機的食品 但是,那超商又在那麼遠 我真是兩難啊 哎唷,人客啊,人客啊 你來看,這個販賣機啊 就是會販賣就是份量小的,適合跟姐姐哥們的需求 那個姐姐要份量小的對不對 你就販賣機按一,他就跑出一顆紅豆來 對 啊,你就販賣機,你是不是要有機就健康? 有機 對 有機 我們的米啊,都是有機的,都不種的 而且因為我生產履歷,一定會幫你喜歡 這樣你懂了嗎? 不懂 那你快請組員們繼續看下去 唉,我最近厭老了,其實我也看不懂耶 其實我搞不懂為什麼要用無包裝放賣機 為什麼,例如說我們為什麼不去大陸發愛買啊 還有什麼,你看愛買還有黑皮購還可以集點 大陸發有什麼東西,我剛好不去那邊買啊 為什麼要想問這個? 這個問題喔,剛好就問到了無包裝販賣機的核心 那就想想看,為什麼無包裝販賣機啊 跟超市比,就是不一樣 無包裝販賣機就是無包裝 無包裝就是,無包裝就是無包裝 想看一下,如果你在超市買牛肉 跟在無包裝販賣機買牛肉 會有什麼差異? 唉,兄弟,我再幫我講 所以平常媽媽上個禮拜去那個超市買 然後那個牛肉就包那個保鮮膜 一整一整一整,一整好多層 然後回來的時候,整一整一整就要把他吃掉 對啊,你會不會覺得你到底是在買保鮮膜 真的,無包裝販賣機可以減少資源大費 這就是我們環保的目的 沒錯,而且不只有這個 真的不只有這個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位大媽有提到嗎 有機小農種的捏 有機 就是有機,有機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聽到的有機 我不是 就有機了就這樣 就是健康嘛 有機真的很健康 對,就是健康 所以我們無包裝販賣機超健康的 沒錯,而且不只有有機 還有什麼 再看看 小雞,公雞,母雞 後來是什麼 不是,我們無包裝販賣機 剛剛不是有人提到一顆紅豆嗎 對,我們是非常客製化的 就是無論你是一個人 兩個人,三個人,四個人,五個人 甚至十個人 你都可以自己選擇你需要的份量 這樣不是被買客製化嗎 這很需要我 你知道 就是呢 我這個呢,我們五個十九年了 然後我每次去那時候 是買很多人都大份量 然後我每次買一堆回來 然後都煮 然後都吃不完就很浪費 我覺得這個一個人一個人 很單身 對啊,他可以推薦給你 可以推薦給你 可以推薦給你 真的要難過 其實 好 啊還有呢,還有優點嗎 我們優點 等一下繼續講 我先跟你說 不知道他會設置在哪裡 設置在哪裡 我再看 我覺得設置地很重要 譬如說你如果設置在 文化爐吧 你也闖黃飛啊 日程獨稿那邊 我才不會去 那種偶適 所以你說鹹菜啊 你就是做膽小怕刺啊 台灣裏是就沒有 有嗎 對啊,這樣是不是在哪裡 好啦,其實我開玩笑 我們要設 我們會設計在文化爐旁 那實在是忽然性太高 好,我們會設計在社區旁邊 社區?我加了那個社區嗎 對,比方說你加了否則比 因為這樣子的話你就只要 不然 不是那是什麼天價 喔喔 每次一定都可以買 對不對 你看看這十二點數之後就可以買 不過等一下 這讓我一下 陳柯,你讓我們聽別人 你不是因為台風天而停止嗎 對啊 像如果剩下社區 台風天啊 躲火梯啊 什麼什麼梯之類的 龍捲風奶油之類 就 我都不用出門 然後我就直接在社區 就不用出你 對,對 這這點是很方便 趕快買 欸,會覺得這很方便 真的啊 就是這種 藍藍的 喔喔,又是肉乳了 不,就是這樣太藍了 怎麼那麼久啊 所以你趕一下 好,謝謝 好 那他優點要講 他有什麼優點 好,那我們接下來 為你們把優點條例式的 列出來 哇,那麼多 第一個 我們剛剛提到 有機健康 你知道嗎 環保 對,環保 環保 後來我們有提到說 減少包裝 然後還有這個 身材履歷透明 然後這是什麼 身材履歷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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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那些小朋友 他們怎麼種這些菜 或是怎麼種這些稻米 把他們的那個履歷都寫出來 像是說 用多選戲的米種的 然後在哪裡種的 然後有沒有放什麼 有機粉什麼 他們都會寫上去 甚至給你們 阿伯 或者是那些 種菜的那些小姐 他們的圖片都會放上去 我會讓你知道 到底是誰種的 像說 譬如說我們今天吃便當 我就可以知道 我吃的這個米 它是從哪裡來的 就會有那種感覺 那種 真的 剛剛我們不是安心很多嗎 好 小胖 小胖跟他提過嗎 對,這邊一顆紅 沒有到十顆紅 沒有口感 便利性就是社區 沒錯 這是社區性 可是我覺得人性跟娛樂性 我覺得這有困難 阿,這個就是我們這個 一般的 文包裝販賣金 跟一般的販賣金 這不同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上面 是不是有七七星 對 沒錯 還有這邊 還有這個一堆 跑馬哥的東西 好的 你知道不知道是什麼嗎 真的喔 拉霸嗎 對 現在你變聰明了 就是你把錢投進去 然後從你要的東西 從你要的份量 然後按上這個拉霸機 然後他在那邊的七七星 又開始瘋狂的轉動 喔 轉動 對 然後你知道 然後停在哪裡嗎 不知道 假設他會很生氣 然後你直接把 一公進來 他剛才停下來之後 就會停下來 七七八 噢 七七八 對 所以他就是一種 算是一種 欸 金正台機器 他家到底賣了多少那種感覺 對 然後就結合娛樂 最愛結合娛樂 沒錯 而且下面這個跑馬根 他會寫說 你今天買的這樣子的卡根 去常常買這樣子 這樣子比較起來 到底是減多少錢 我知道 所以這是不是 例如說我如果 例如說我今天投的東西 我家去買的時候 一彎押要把東西拿起來的時候 就會發現 我為台灣貢獻了這麼多 滿足我那小小的虛弱感 沒錯 就是你的這個虛弱感 每投一次我就會開心 一次那我會不會投越多 因為我為了要再看他 再感謝我一次 我就再投一次 沒錯 歡迎他 好棒喔 好好好 我們就有點講夠久 我們快點 那今天梁依依老師有說到 我們講故事要有短期 就要講 那我們做的我們會是 要有短期 當然的 看我們的短期目標 我們會先放在鼓舞 鼓舞嗎 為什麼不水果 因為鼓舞比較有藝術 喔 比較不會壞 對 因為我們一開始放在 經濟初步的原型 所以並不會說到 非常精緻 到可以放水果 或者是放下一個之類 所以會先以鼓舞為長下 再來第二個 你有去小農結合有講過 生產履歷也講過 生產履歷也講過 那獎勵是剛剛那個拉霸嗎 沒錯 又是拉霸 那個拉霸制度就是 假設我們只要 到達多少公斤的米樹 或者是服務樹 我們就可以請公司為你種下一棵樹 這好棒 跟類似那種樹的概念 又結合外面企業 那中期是什麼 短期講完了 中期是什麼 中期的話就是 發展浪能發電 太陽能 讚環保 再來是 優有 一卡通 萬事通 對 一卡在手 萬事通 然後它裡面可以結合 摩斯 或圓制什麼之類的嗎 就是它可以說 你那一卡消費多少 會有優惠之類的 對它會可以打折 那再來是 中期是 中期的話 我們有 多樣化 就是你說 未來如果做成功之後 它可能會 不只能發展股類 可以發展另外的 別的蔬果之類的 沒錯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會發展到其他 跟有機場能結合的 比方說什麼蔬菜之類的 第二點我懂 我突然 龍會灌龍 第二點 你是不是講說 意思就是 我們剛剛做我們那個拉花 其實上面會有解釋說 累積多少 那是不是說 等到做長期之後 每個社區都有 接下來會不會台灣 那種愛賭 就開始賭說 那個社區這邊已經累積多少 這邊累積多少 那會不會 如果說我今天 我的社區累積了 是全台灣總算最高 又滿足我那個虛榮感 教長這邊 我告訴你這一個 我住在台灣的小龍王 有機又投了最多的東西 好 你要這樣說也可以 可是我覺得你不會輸得 好啦 我覺得你野心很大 你想要設 設置地點擴敵全台 當然啦 我們不擴敵全台的話 那我們到底為什麼 要設算太極 又不是只給你 好啦 不是只給我 那你們應該 就沒了吧 就目標就這樣 喔當然不只但 還有嗎 終極目標 終極一家 終極一班 終極三國 終極目標就是 市場上 將不再出現 有包裝的任何商品 無包裝 一切都將會成為 無包裝的市場 無包裝超市 喔你說 例如說就是把 超市裡面啊 什麼東西什麼 它幾乎就沒有包裝 啊就是你自己拿東西去 之類的用啊 沒錯 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這樣子就完成 沒有任何包裝的浪費 好棒喔 好那 就接下來 跟我們一起做喔 Choose us Sponsor us Change the world Start with us OK 那你們有什麼 包裝可以看看嗎 好